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也非常喜欢上这种蓝色的材料 很富有的很好看 还有这种小的零钱包 这个我之前买的 这个还挺好菜 平时就是放一些零钱或者小费之类的 这两天新买的几件衣服 因为是达斯呢就是天气就呼冷呼热了 这一件呢是The Royal的一个真丝和羊绒混的一个小卡 70%的羊绒 30%的真丝 我其实最近特别喜欢这种真丝羊绒混的材质 因为它穿久了也不容易起球 而且特别的轻透 它这个长度其实蛮长的 颜色特别的正 有式的把它罩在一些衬衫的外面也是可以的 看看是不是能配一个小的短的白褶裙子 或牛仔裙在底下 我真的有点反击结构 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喜欢的一些牌子 反而出了好多这种羊绒的打底衫 像The Royal这一件也是 这个袖子超长 它就是这种堆砌感在手腕上的 就感觉特别的慵懒 那这个已经是高领的 所以其实不太适合把衬衫穿在里面 但比较适合在外面照的衬衫 又暴暖又舒服又清透 单穿也是可以的 光处如果要等到折扣的话 那可能到今年的年终了吧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在MalSense关注起来 可以设一个你们新闻的价格等折扣 另外这件呢 其实是我有点考的寂寞折上折 这件来自于MAC的这个牌子 也是一件羊绒的开衫 它里面是有一些垫间的 你们看也吧 这把五五的 一会照上给你看看这个效果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是它这个扣子 其实这个品牌有很多的配饰啊 服装的这种装饰 都是水钻做的 平时可以当一些开山穿 我买的是偏大一点 然后开两件新到的单品吧 有一只包包留在最后给你们开 这双罗外V的球鞋 应该是挺火的 我打算给你做一期 当下最火的运动鞋的测评好不好 这个是我新建的一双 它是这种有点泡沫棉 然后配的这个斑毛 棉是有点内增高的 能够感觉到鞋跟大概有这么高 它还是有一点点重量的 你们有过这双 你们买哪个颜色 感觉还是挺好穿的 因为它是一个塑胶底 然后鞋面也挺软的 最后就是我今天开开 先收到的一只包包 这只包包也是来自于SWAT 之前不是买了一只它的套是吗 我觉得特别的喜欢 这家的包真的是特别的实用 空间特别的足 拿起来很轻巧 设计的非常的简单 那一看 如果你们没有看我之前那一集测评的话 可以往前翻 然后我就看到 它们这一集新出了一个颜色 之前我还跟你们说 它们主要绿色黑色 然后这个焦糖色 然后今年春天 它们出了红色 然后配的是金色的这个扣 然后这一只焦糖色是银扣 就特别正的那种国旗红 太美了 就扣也特别的经典 我觉得它们家的这个亚线什么的 真的特别的好 其实配一些牛仔的颜色啊 准备的这个颜色 就是今年就是本命年吧 好 然后上身给你试一身衣服啊 你发现它的垫肩里面是可拆卸的 垫肩的小粗花特别可爱 它拆上来给你看看效果 然后店长其实是有一个倒三角的感觉 这样呢呢 会买到当年吃的这些粗花的毛维 你看店线这个部分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把它拆下来 好可爱 有点像那个花棉袄 这感觉就更新鲜一点 这就是那件羊衫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秀剧场 今年二十三季的秋冬季 大红色还是非常trendy的颜色之类 多大红色 你不当明是这样的 顿色头都不行 有点明显 适合